台客 台灣Minutes 2,3,換手 我看大家放天燈的時候都非常的開心 每個人在天燈上寫出他們的願望 雖然臉上笑咪咪的 他們不知道放出來的天燈都會變成別人的垃圾 在2015年環保局收回3萬多天燈 但這個數據不包含掉進峽谷深山撿不到的天燈 這個應該是撿不到 對政府真是個難題 放天燈也幫助平溪的經濟 非常感謝觀光客 所以商人也跟著笑咪咪 鏡子放天燈變成一個難題 我大概知道為什麼縣政府猶豫 今天是平溪天燈節的最後一天 而我的願望就是撿回自己的垃圾 現在是8點55 我們必須9點前到 因為9點後就有交通管制 剛好趕上 就這樣 YA 早起的鳥就會有蟲子 今晚會有來自各地的觀光客 為了放上千盞天燈 我也不例外 只是看能不能把自己的天燈撿回來 是蠻漂亮的垃圾 我們 加油 概念就是把寵物追蹤器綁上天燈 35公克應該飛得起來 然後就是用它的APP去跟蹤 然後測試能否定位 更新了 找到了 這是手機 還好是手機掉 不是GPS 手機壞掉了 這就是林冠婷 常常會糊塗 我們要重新下載這個APP 因為我手機摔壞 OK好 你是天燈 你可以飛走了 我在10分鐘用地圖 來找你 天燈跑到我playground 很少人帶東西 天燈 找到你了 Let's do it 第一場 來那邊 有了時間壓力 突然不會操作GPS 你覺得天燈回來嗎 如果不要掛在身上 能不能掛這個在下面 不是說天燈嗎 這是GPS 可以 綁在下面不是有四個嗎 好 應該是可以啦 應該是可以啦 好啊 謝謝 那你們怎麼會想要用GPS 就是想要捲自己的垃圾 那他們等一下要點火了 好 靠 GPS還沒定位 這樣怎麼找得到天燈 哇賽他找不到GPS 這就是林冠婷 常常會糊塗 飛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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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又往平溪了 前兩天都下大雨 今天天氣也不大 好 但是起碼不是湿答答的 但我不知道平溪的天氣如何 非常討厭的事情發生了 氣象報導說五天都下雨 而這樣已經很感謝了 今天要慢慢來 GPS不要出錯 定位 五天都下雨 五天都下雨 experi tarde 五天都下雨 拜拜 拜拜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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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飛太遠喔 有在洞耶 不知道那幾天的阿婆會不會 那上面是狗狗耶 哇,大概在那邊了 趕快去GPS吧 GPS飛進三里 不妙了 好,我要往山裡面找我的天燈了 如果等一下收音不好 那是因為沒有手帶這台相機 只能帶GoPro 這什麼意思啊 進深山裡一開始覺得好有趣喔 而且看到好多好多天燈 但沒有一個是我的 噢 不是 我想到一個事情 如果被蛇咬 喊救命 也沒人聽得到 我都是兩個孩子的爸 幹嘛冒生命的危險 先找個天燈啊 應該就在這邊了 怎麼找不到 怎麼找不到 還讓我們上嗎 為什麼再上去 不知道在哪裡呢 應該是天燈 幫你撿好了 撿不到自己的垃圾 至少幫別人撿 又找到一個了 啊 無常的紅茶 啤酒 啤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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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